又一穿越剧定档,演员阵容不输庆云年,看清主演,追定了。 最近由张若云和李庆共同主演的电视剧庆云年正在热播当中,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喜欢。 这部剧的题材是很吸引人的,是有关于穿越的类型,一下子就勾起了大家的兴趣。 一些台词也都是现在最流行的网络用语。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是非常强大的,不仅有现在热度非常高的青年演员,而且还有很多老戏鼓在里面客串,让大家看到了他们非常精湛的演技。 就在庆云年之后又有一部古装穿越剧定档了,名字叫做《孟茴》,讲述的是一位普通上班族小薇在故宫里的一次意外迷路。 穿越回了唐朝,在危机四伏的皇宫后院展开了一段奇妙之旅的故事。 这部电视剧定到12月14号播出,看清主演阵容之后,大家也纷纷直呼追定了,这部剧的男女主是李兰迪和王安宇。